桥在中国古典诗词当中 可以是家国 可以是爱情 可以是友谊 可以是智慧 而在最早进入文献记载的桥梁当中 最能够代表最深智的友情 同时还代表着最高级别的智慧的桥 当属豪梁 那么豪梁究竟是一座怎样的桥呢 我们不妨先从杜甫的一首诗 走上这座神秘的桥 大约在天堡十一二载 也就是公元752、753年之间 屡市不地的杜甫正客居长安 过了将近十年 卖药都市济时友朋的困顿的日子 然而也正是在长安 他结交了不少诗坛好友 杜甫的朋友圈 那可是闪闪发光的诗坛巨星云集 比如说李白 高氏 陈生 楚光熙等等 但同时呢 他的朋友圈也有一些 可能算不上赫赫永明 但是呢和他有着特殊的缘分 甚至还催生了不朽明天的人 比如郑前就是其中的一位 杜甫有一组诗 题为陪郑广文 由何将军山林十首 其中的第一首是这样写的 不识南唐路 今知第五桥 明远依绿水 野竹尚清宵 谷口旧相得 豪梁同见招 平生未忧性 未兮马蹄窑 诗题当中的正广文 就是正前 正前呢是杜甫 客居长安时候 结交的好朋友之一 所以啊 理解这首诗的关键 要把握一个人 还有两座桥 人当然就是正前 两座桥呢 一座是诗当中提到的 石井的桥 今知第五桥的第五桥 另一座呢 是虚写的历史当中的桥 豪梁同见招的豪梁 梁就是桥嘛 豪梁就是指 豪水上的那座桥 那么我们还是先从正前 开始说起 让正前带着我们 从唐朝的第五桥 穿越到更古老的豪梁上去 正前虽然比不上 李白的诗名大 也比不上高士的官职高 但正前并不是庸禄之辈啊 他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 书法家和画家 可以说是全能心才子 他不仅和李白和杜甫 这样一些大诗人都有交往 而且还得到了唐玄宗的赏识 唐玄宗曾经称赞 正前的诗书画为正前三绝 有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 正前曾经因为被人告状 私自撰写国史 遭到了贬官的处罚 可是唐玄宗爱财呀 正前这样的才子 不能留在身边 是多么可惜的事情呢 可是唐玄宗又不能让他 去掌管一些具体的事物 想来想去想了一个办法 唐玄宗专门为正前 新设了一个机构 取名为广文馆 任命他为广文馆博士 正前当时接到这个 赵命之后一头雾水 这广文馆在哪 是个什么单位 他主管什么的呀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朝廷还有广文馆 这样一个单位呀 他带着满脑子问号去 请教宰相 宰相语重心长地点拨他说 皇上要扩充国立学校 特意设置了广文馆 用来安正这些贤德 又有才华的人 让后代都传送 你是第一个广文馆博士 这岂不是一段佳话吗 正前一听有道理 这才放心地去赋任 他也就成了历史上 第一个广文博士 从此呢 正前也就有了正广文之号 这个广文馆设在国子间 事实上呢 相当于是一个 进士考试的补习班 大家一听呢 可能也就明白啊 这是个清水衙门 广文馆博士并没有实权 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油水 穷得叮当响 杜甫作为正前的资深好友 为正前写过很多诗 比如他还写过一首 赠给正前的最实歌 其中就写到 广文博士正前的工作和生活状态 那真叫穷啊 朱公滚滚登台省 广文先生官独冷 甲地纷纷艳凉肉 广文先生饭不足 你看别的那些部门 中书省 上书省 门下省 连玉使台都热热闹闹的 官员们一个个是养尊处优 位高权重 唯独这个广文馆 冷冷清清 无人问津 别的达官贵人 天天好肉好饭 吃得满嘴流油 广文先生呢 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广文先生饭不足啊 可能是因为同病相怜吧 杜甫自己也是自负一身才华 却无可奈何 沉沦下寥 他是真诚地欣赏赠钱的才华 而且呢也将心比心深切地同情他的遭遇 赠钱比杜甫大了二十多岁 算得上是两代人吧 而且他俩呢都很穷 但不管是谁身上有了几个钱 一定会去找对方长谈畅饮 陪郑文由何将军山林十首 大约呢就写在郑前任广文博士之后的两三年当中 可以说杜甫和郑前是相交一生的智友 你看啊 杜甫陪郑前游一处名圣 何将军山林 刷刷刷一连就写了十首诗啊 而且这十首诗呢 很可能不是写于同一时间 也就是说他们俩经常一起出游 而且呢经常去同一个地方 而每一次出游呢 都有不同的感受 都值得杜甫大书特书一番 这样啊 一不小心就陆陆续续写了十首诗 这第一首可以说是十首诗的一个总纲 我们都知道杜甫有诗圣的美誉 在我们的心目当中 他的人设从来都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儒生 但是在这首陪郑广文 由何将军山林使手齐一当中 他却很少见的流露出了对庄子的向往 而激发他内心这种潜藏心愿的直接因素 有两个 核心因素当然是一个人 那就是挣钱 而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外在因素 竟然是一座桥 也就是诗中提到的第五桥 正是这座桥连接起了唐朝的儒家师圣杜甫 和战国时期的道家宗师庄子 让他们成为了跨越千年的一代之音 陪郑广文由何将军山林使手齐一 前四句写的是杜甫陪正前同游何将军的山林 叙述了园林的地理位置 还有幽静的风景 在这一次同游之前 九居长安的杜甫显然还不知道 长安城里居然还有这么美妙的一个所在 布什南唐路 金之第五桥 以前他从来没有来到过南唐 更不知道这里还有一座不同寻常的第五桥 有可能他之所以能够来到何将军山林里游玩 就是因为认识了正前这个特别熟悉长安的地培 当他们途经南唐来到第五桥 园中绿水环绕 水生缠缘 茂林修竹 直上云霄 名媛缘依绿水 也竹尚清霄 石桥尽力 泉水尽流 竹尽通幽 这样秀美而幽静的园林 岂不令人顿身出尘之想 于是诗的后四句 就转入了对诗人和正前友情的描述 谷口旧相得 豪梁同见招 平生为忧性 为西马蹄窑 显然在杜甫的眼中 这样远离成俗的忧生的园林之内 最能够表达有意 最高境界的 依然是这座桥 这座桥已经不是眼前实实在在的第五桥 而是在一千年前出现在庄子生命当中的一座桥 豪梁 也就是位于豪水之上的那一座桥 豪水上的那座桥具体的名字是什么 不知道 甚至它有没有过一个名字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就因为庄子曾经在桥上有过一番奇遇 从此之后 那座桥就拥有了一个在历史上堪称宣赫的名字 豪梁 在中国古代众多的哲学故事里 豪梁之变无疑算得上是十分出名的一个 战国时期两位著名的思想家 哲学家庄子与惠子 在豪梁之上展开了一场关于于是否快乐的精彩辩论 这场辩论里惠子从客观角度出发 以自洽的逻辑思维来看待问题 而庄子则从万物其一的角度出发 以物我合一的失意境界来看待问题 这场辩论没有胜负对错之分 却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哲学思考 那么庄子眼中的鱼和惠子眼中的鱼 究竟有何不同呢 在庄子当中讲了一个和豪梁有关的 著名的预言故事 庄子和好朋友惠子 一同在豪水的桥梁上散步 两个人走走停停边走边聊 估计豪水很清澈而且并不太深 所以水里的鱿鱼清晰可见 庄子浮在桥栏上看着桥下豪水里游来游去的鱼 就情不自禁地感叹了一句 你看啊水里的条鱼游来游去 多么从容自在 这是鱼的快乐呀 那身边的惠子是个什么人呢 他是一个著名的杠精 尤其爱和庄子抬杠 可以说是庄子在辩论界的天敌 所以他听庄子这么一感慨 惠子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就对了回去 你又不是鱼 怎么就能断定鱼是快乐的 子飞鱼 安之鱼之乐 言外之意就是 你也太主观了吧 这多年朋友 庄子当然知道 惠子不会轻易放过他 冰来降挡水来吐烟 庄子轻松对答 你又不是我 怎么就知道 我不能知道鱼的快乐呢 子飞我 安之我不知鱼之乐 惠子也紧追不舍啊 按照你的逻辑 我不是你 所以呢 我不能知道你的想法 那你同样的逻辑 你也不是鱼 那你当然也不可能知道 鱼的想法是什么 你看 我的逻辑 言丝合缝吧 没毛病 惠子的言外之意就是 老庄啊 这回你就乖乖认输吧 我的逻辑 没有办法攻破 庄子难道是 轻易会服输的人吗 当然不是 他再度反击 那让我们回到 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来分析 你反问我 你怎么能知道鱼的快乐 你既然这样问了 证明你已经知道 我是知道鱼的快乐的 明明知道你还问我 那我就告诉你吧 我是在豪水的桥上 知道鱼很快乐的 我知之豪上也 这个故事啊 就是思想史上著名的 豪梁之变 在豪水桥梁上的一场 哲学辩论 惠子就是惠师 是民家学派的开山鼻祖 以逻辑严密 擅长辩论而著称 在这场豪梁之变当中 惠子在逻辑思变的严谨上 明显是胜过庄子的 而庄子的高明之处啊 在于他跳出了辩论的逻辑本身 而从世界观上去探本溯源 的确啊 这场表面上看 是逻辑之争的豪梁之变 实质上呢 是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 和以惠子为代表的 明家的世界观之争 因为在惠子看来 我和鱼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物啊 所以我和鱼的思想 是不能够相通的 可是在庄子看来 万物一体相通 我和鱼 虽然形体不一样 但是彼此可以相通 而形形色色的天下万物 最终都归于气 通于道 这下我们可能就明白了 惠子跟庄子 一个呢 强调的是万物的差异性 而另外一个呢 相信万物可以超越形体的差异 而达到彼此的相通 在世界观上 这两个人是背道而驰的 此非于安之余之乐 这个著名的豪梁之变 究其实质 是一次烧脑的哲学鬼变 而且啊 在中国思想史上 豪梁之变 从此也成为了一种智慧的象征 那如果把这场豪梁之变 放到庄子的整体思想当中去理解 其实和庄子万物一体相通的世界观 是完全一致的 这一奇物的世界观 在庄子这部思想著作当中 也是一以贯之的 惠子和庄子都是各自的学派 明家和道家最顶尖的哲学家 还有领军人物 但他们啊 各自还有着其他不同的身份 惠子还是著名的政治家 在纷纭动荡的战国时期 创下过令人瞩目的政绩 而庄子的气质呢 更加偏向那种自由自在的文学家 他有一种诗人的气质 不愿意受到任何世俗的束缚 追求精神的绝对逍遥 庄子当中还讲了一个故事 反映的正是惠子和庄子 在人生选择上的背道而驰 惠子啊 曾经在卫国为相 庄子呢 就去看望他 有人听说了 大名鼎鼎的庄子 要来卫国 就跑到惠子面前去敬禅言 诶 庄子要来卫国了 那肯定是要来取代您的相位的 您可得提防着他呀 惠子一听 竟然真的有点担心了 他派人在卫国都城当中 搜了三天三夜 其实根本用不着他去搜 庄子主动现身去见了惠子 并且还说了一大段 让惠子啪啪打脸的话 庄子说啊 南方有一种鸟儿 名叫渊厨 你没听说过吧 我跟你说 这种鸟儿啊 从南海出发 飞到北海的上空 它累了 只肯在梧桐树上休息 饿了呢 只吃竹子开花后 结的果实 渴了 只喝甘甜纯净的泉水 而药婴呢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只 腐烂的死老鼠 正洋洋得意 准备津津有味的 饱餐一顿呢 一抬头 看见渊厨飞过 顿时又惊又怒地 痛斥了一声 喝 如今 你也是要用 你的魏国的相位 来恐吓我吗 庄子这段话 就是典型的 骂人 不带半个脏字 他是把自己 比喻成那只 翱翔在大海的上空 自由而高贵的渊厨 而把惠子呢 比喻成那只 抓住了一只死老鼠 就如获至宝的药婴 庄子的言外之意 也很明显啊 魏国的相位 对于惠子你来说 那是无上的美味 而对我庄子而言 那就只不过是一只 腐臭的死老鼠罢了 当然在这个故事里 庄子并不是真的要 骂惠子 他只是借此表达 自己的人生志向 表示跟惠子的人生观的 决裂 那我们也知道 庄子呢 的确是将这种 追求自由的志趣 落实到了他 现实的人生选择上 据说庄子 在浮水垂吊的时候 楚王曾经派两位大夫 专程去礼聘庄子 到楚国为相 当时 庄子手持吊杆 头也不回 慢悠悠地说 我听说 我听说 楚国有一只神龟 被杀死的时候 已经三千多岁了 楚王用竹箱来盛放他 用锦帕覆盖他 把他珍藏 供奉在庙堂之上 你说说看 这只神龟 是宁可死掉 留下骸骨 让人无比尊贵的 供奉着 还是宁可在 烂泥潭中 拖着尾巴活着呢 两位大夫答道 那当然是宁可 拖着尾巴 在泥潭当中活着呀 庄子说 那就对了 你们可以回去了 我就宁可做那只 拖着尾巴 在泥潭当中活着的龟 我们看 在这个故事里面 庄子的志向 表达得很明确吧 他宁可以最自然 最本真 最自在的方式活着 也不愿意去追求 虚幻的权势富贵 在庄子这里 自然本真的生命形式 就是最尊严 最自由的生命状态 这是庄子和惠子 在人生观上的 本质区别 尽管庄子和惠子 有着不同的人生观 和处世观 可这并不影响 二人的友谊 他们之间 始终保持着 互相尊重和信任的态度 在一次次的过招中 不断充盈着自己 也许 好的朋友 就像是一面镜子 虽然呈现出 完全相反的一面 却也映照出 真实的自己 那么 庄子是如何形容 自己与惠子的友谊的 为何有人说 豪梁之变是有意的 最佳境界呢 有意思的是 尽管庄子和惠子 无论是在世界观 还是在人生观上 有着巨大的差异 两个人只要一见面 几乎必然会爆发一场 看不见硝烟的蛇战 思想史上 也因此留下了不少 两人辩论的思想火花 但同时啊 他们又是当事 堪称其逢对手的 梁鹏智勇 就好像两个顶级高手之间的比武 一个是不败 一个呢 是求败 彼此都是对方唯一的对手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彼此又是对方唯一的朋友 庄子和惠子就正是这样的朋友 可以有不同的人生选择 可以有不同的信仰理念 可以有不同的兴趣爱好 但依然彼此懂得 彼此欣赏 彼此珍惜 别看庄子和惠子一见面 就一定会掐架 但是如果不见面呢 那两个人都会陷入到极度的孤独 会产生一种高处不胜寒的寂寞感 这种寂寞感啊 庄子有着非常深刻的体会 庄子曾经充满深情地回忆过 他和惠子的这样一份友谊 那是在惠子去世以后 有一次庄子经过惠子的墓地 停下脚步 沉默良久 然后回头对跟随的人说了这样一个故事 庄子说啊 以前楚国的影都 有个人在自己的鼻尖上涂上白色的黏土 就像苍蝇的翅膀那样薄薄的一层 然后呢 让一个名叫石的匠人 用斧头削掉这一层小白点 这个匠人呼呼地挥舞着斧头 速度快得像一阵风一样砍过去 看上去似乎是漫不经心 可是等众人定睛一看 鼻尖上那个小白点 已经被削得干干净净 而引人不尽毫发无伤 而且面不改色 镇定如初 当时宋元军听说了这事 就派人把匠人招过去 对他说 你的记忆那么高超 那也试试为寡人表演一下吧 没想到匠人拒绝了宋元军 他说 我的记忆的确能砍掉人鼻尖上的东西 但尽管如此 能配合成表演的那个搭档 已经死了 讲完这个引人运惊的故事之后 庄子感慨万分地说 自从慧先生去世之后 在这个世界上 再也没有可以和我说话的人了 每次看到这里 我总是不由自主地相信 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庄子一定是很努力地 想要把眼眶当中的泪 给逼回去的 天下纷纭 人群熄攘 可是在庄子的心目当中 可以毫不留情地对他 可以机智地随时损他 却又是唯一能够懂他 唯一能够让他变得过瘾 对得畅快淋漓的人 就只有惠子一人 高手过招 既权力相搏绝不退让 又惺惺相惜互为知己 说的就是庄子和惠子 这样的友谊吧 当他俩从容地一起漫步在 好水的桥上 当庄子说了那句 我是在好水的桥上知道的 他所知道的 应该不仅仅是哲学的智慧 同时还有友谊的珍贵吧 惠子选择了为国为相 去搏击战国的政治风云 庄子选择了夜尾泥土 回归自然的自由生活 道不同 却依然可以求同存异 君子和而不同 他们终于成为了 在那个纷乱的世界当中 最能够坦诚相见的朋友 庄子和惠子 一起走过豪水上的那座桥 共同创造了 清史流明的豪梁之变 不仅呈现了截然不同的世界观 也为后人开启了 多种不同人生选择的方向 所以豪梁之变 也延伸出两种内涵 第一种是世界观的区别 也就是像惠子那样 强调万物的差别 还是像庄子那样 强调万物的其一 第二种内涵呢 回归最原始 最本真的状态 由此啊 人和鱼一样 都能够享受到 最简单的快乐 所以这个故事啊 又延伸出了 豪梁之乐的人生境界 或者是豪梁之响的人生追求 后来的人在引用这个典故的时候 往往会借此来表达 超脱于城市之外 回归山水自然 顺应自然天性的 影视之乐 豪水上那座原本可能 默默无闻的桥 竟然因为庄子和惠子 这样两个朋友 曾经携手走过 一跃而成为中国思想史上 最具哲学智慧 最具人文深情的一座桥 古代的文人啊 多少都会在某种程度上 视豪梁之响 为人生的最高理想 视豪梁之乐 为人生智乐 视豪梁之变 为友谊的最佳境界 那我们再回到杜府的这首 陪郑广文 由何将军山林十首 《奇异》当中来 显然老杜 也是将自己和郑前的友情 比作了庄子和惠子的友谊 古口就相得 豪梁同见招 古口讲的是西汉汉城 帝时候的名士郑仆的故事 郑仆是古口人 他更于岩石之下 名正经师 曾经像庄子一样 拒绝过朝廷的礼聘 以隐世终老 注意哦 郑仆和郑钱都姓郑 所以杜府在诗当中 引用古口郑仆的典故 其实也是带着他身边的 这位忘年好友郑钱 而且郑钱的确也是一位 颇具庄子气质的文人 首先他也很穷 其次他也很有才 第三有庄子那样超脱世俗的 高益之气 杜府和郑钱 一个是醇厚的儒生 一个有着鲜明的道家气质 就好比一千多年前的 庄子和惠子 分别属于道家和名家 信仰不同 但丝毫无损 他们之间有益的纯粹 更有意思的是 就像庄子和惠子 是那种一见面 就要掐架的损友 杜府和郑钱 也属于那种可以得意忘形 甚至还可以 哪壶不开提哪壶的损友 就比如说挣钱穷吧 一般的朋友 肯定不敢随便嘲笑他穷啊 可是杜府呢 偏偏就要专门写一首诗 来损他的穷 广文道官社 戏马唐街下 罪则骑马归 颇遭官长骂 财明四十年 做客寒无瞻 赖有苏思叶 时时起酒钱 这首诗啊 活脱脱刻画出一个 放浪行孩的挣钱啊 你看他做官 一点都没有做官的样子 罪则骑马归 颇遭官长骂 一不小心喝醉了 就骑着马回家去 哪个领导会喜欢这样的下属啊 所以虽然这个挣钱财明远扬 可是来了个客人 连个可以垫做的簪子 都拿不出来 穷到极点了吧 不幸中的万幸士 多亏了 他还有个官比他大 而且还欣赏他的好朋友 叫苏元明 也就是诗当中的苏思叶 愿意呢 时不时资助他一点酒钱 都府这首诗啊 诗题就是 细简正广文钱 奸臣苏思叶元明 细简 意思就是 开玩笑 写封信给挣钱 注意 是开玩笑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 杜甫写起诗来 就只能够是 正儿八经的写 而且杜甫呢 给其他的好朋友 像李白呀 高士啊 阎武啊 确实基本上 都是正儿八经的写 绝对不会这样 没大没小的开玩笑 可是杜甫给挣钱 这位比自己大了二十多岁的 忘年娇 却可以没有任何思想包袱地 开玩笑 这是不是可以证明 他们交情的深度 已经到了更高的境界呢 从庄子与惠子 同行的豪梁 到杜甫与挣钱 同行的第五桥 不同的桥 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人 连接的却是相同的情意 相同的智慧 你是这个世界上 最懂我的那个人 也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最厉害的对手 因为豪梁之响 而与庄子 成为一代之音的 绝不止杜甫一人 甚至可以这么说吧 那是中国文人心灵深处的 一块净土 在历代众多表达 豪梁之响的诗句当中 宋代苏世的 《子经之我》 《我之鱼》 可以说也是同时呈现了 豪梁之辩的哲学智慧 还有知己深情 你之我 是人与人之间 两心相知的友谊 我之鱼 是人与自然之间 彼此相通的和谐 是那座桥 消明了我和你之间的距离 也是那座桥 消明了我们 和自然之间的距离 《子经之我》 我之鱼 当我们走过 豪水上的那座桥 你知道了我 我知道了鱼 世间万物 还有什么 比心意相通 更值得珍惜呢 谢谢你 我讨厌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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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讨厌太阳